其實這一枚金牌是我們賽前跟教練團 就一起鎖定的金牌 那就很感謝隊友們一起努力 把這面金牌給拿下來 鎖定已久如願收下這塊金牌 繼前一天中華隊的女子滑輪 個人1000公尺金包營之後 3000公尺接力賽 劉奕軒 李孟竹和楊和珍 強強聯手再奪下一擊 原本就預計第三輪要先走 對 主要是要消耗一些韓國對手的體力 那我也有跟他們講說 我等一下的跑法會長 他們就是為疫情況去應對這樣子 第一棒派出劉奕軒 接著由亞運兩金的李孟竹接棒 最後再派出楊和珍 中華隊女子組以4分19秒447 遙遙領先南韓的4分21秒146 收下金牌 我看到的時候 就是有點嚇到說 為什麼我們在第一個 就是這麼戲劇化 以0.01秒之差奪下金牌 男子組派出趙篤正 黃玉玲和陳彥辰參賽 在最後兩圈與南韓組合上演拉鋸戰 到最後一圈就在對手以為勝券在握時 黃玉玲及時把左腳伸出壓線逆轉 剛剛其實自己也沒有覺得好像沒有壓線過 因為韓國的率先在做慶祝的動作 那自己就會覺得應該是他們 那沒想到就是真的贏了那一顆輪子 前一天個人賽因為被判推人失格的黃玉玲 團體接力賽抱著必勝決心 昨天很不甘心嘛 然後所以今天就是沒有退路了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只能往第一名的位置去擠 同樣在2號上五多金牌的 還有1000公尺的單人滑艇 台灣好手賴冠傑在開賽時前250公尺 還佔據第五 到了前750公尺排在第四 最後急起直追 尤其到終點前超越了烏茲別克選手 以0.052秒之差逆轉多金 TVBS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